武漢肺炎在台湾确诊病例来到18人 但越来越多无症状或轻症患者 让副总统陈建仁忍不住忧心 本身是公卫专家的陈建仁 在脸书po文 说武漢肺炎病毒有高传染 低致死流感化特点 但新病毒可能成为持续存在 周期循环的传染病 新型冠状病毒 它本时上本来就很类似 比较严重的流感 就是说它的致死率 专政比例比较高 然后它的轻症的那个跟无症状 带病毒的人也有一大部分 所以它很难在围堵 儿童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李秉颖强调 因为轻症无症状患者多 才会导致病情难以控制 会不会成了每年都有的流行性疾病 得是台湾这次防疫是否成功而定 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围堵 是不是能够作效 它会不会落到其他国家去 因为我们知道说冠状病毒 在夏天是很不容易流行的 你如果积极的检疫 说不定它会消失 可是如果它的冠状病毒 扩散到其他国家去 如果是扩散到南半球的话 北半球进入夏天 冠状病毒不见了 可是南半球进入冬天 冠状病毒又可以继续传下去 陈建仁副总统表示 未来恐怕只能靠疫苗研发 才能抑制疫情持续蔓延 但医师提醒 在这段时间 民众有不舒服或是旅游史 要自主通报 同时在密闭空间戴口罩 勤洗手 才能防堵武汉肺炎照上升